今天讲一下Simbos通过Talescale访问那个局域网 顺带说一下Simbos1.12配置的变动 其实上次已经讲了那个SimbosTalescale的基本用法 但是有一个bug 通过端链访问其所在的局域网是不行的 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GateHub的issue 但是现在已经修复了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已经修复 然后我测试了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使用的版本是1.12.0 Beta26 但是就说是现在这个配置 我们上次用的那个配置是启动不了Simbos 它说是让迁移 具体错误信息就是说Legacy Autibunds被弃用了 然后需要迁移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给的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看其实就是那个一个block一个DNS的问题 就是就是说把原先比如说这个block Autibunds的东西 然后放到这个Raw下面的这个下面过来 然后里面有个Arc型变成叫rejected 然后DNS也是它原先的写是写在这一地方 Altibunds然后现在把这些东西都要去掉 然后就统一放在那个Raw裡面 然后用那个一个是Arc型 一个是做的 这边也是Arc型 OK 然后人体说这个配置的话我会贴在那个视频下方 然后我是这样测试的话 就是说在那个一个Linus机器上把这个Simbos启动起来 然后的话远程这个机器是那个TelScale的官方客户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对端来使用这个东西 我现在可以拼一下 就是这个192.168.0.105的话 就是说是我服务器所在的这么一个局域网 所以说通过这个TelScale来访问 然后首先是可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能拼的充了 能拼充了 然后就直接用那个SH吧 然后你这边SH过来了 然后其实这边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连接 OK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